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昨天因为韩国总统尹熙悦 在美国和美国总统拜登会面 双方在核武库的合作方面 实在是有些石破天津的进展 所以我们昨天一整集节目 都是在聊这个事情 把另外一个重要的事情都给耽搁了 啥 那就是习近平和乌克兰总统 泽连斯基通电话 看到这个标题 我当时心里的感觉就是 哎呀 总算是打了这个电话 叫姗姗来迟 那对比这两个元首之间通电话 以及中国驻法国大使卢萨野 最近撒的这个野 我们值得好好的推敲一下 值得好好的研判一下 那就是卢萨野到底能不能代表中方的正式观点 当然按照外交部的说法 中方一贯尊重各国主权 中方也承认苏联解体后 各加盟共和国现在的主权地位 貌似是打了卢萨野的脸 但问题的关键是 就在西方记者 什么塔斯社 什么路透社 这社那社 轮番轰炸 至少问了三四个问题 在所有的回答里面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都没有直接说 卢萨野说错了 他没怎么说 他没有说卢萨野说错了 同时 他也没有斩钉截铁的说一句 那就是 克里米亚就是乌克兰领土 没说 所以对这个关键问题 还是一个回避的态度 那在这种情况下 不由的大家不怀疑 所以我看今天推特上 好多专家 好多对世界和平 比较关心的海外的人士 发表了一些观点 比如说瑞典茉莉就说了一句 我非常赞同 他说 只要卢萨野不被撤职 他的观点就是习近平的观点 好多事情 绕了绕去 精神食指 一语道破 道破啥 道破了天机 那卢萨野到底是不是 能代表习 我认为 他至少比外交部发言人 更能代表习 因为外交部发言人 级别很低 对不对 那就算是发言人里边的老大 华春莹 那也只是外交部新闻司的司长 是个司局级的干部 人家卢萨野是干啥的 卢萨野是驻法国大使 副部级 原来是驻加拿大大使 那在他担任 中国驻加拿大大使之前 他担任什么职务 中共中央外事办 政策研究局的局长 啥意思 那就是外交部的政策 有自己的研究中心 中共的外交政策 是卢部长 亲自研究出来的 那习主席的职务里面 哪个最重要 当然就是中共中央总书记 最重要了 对不对 那从这个角度来看 习主席的外交思想 起码有一半 是来自于卢萨野为主力的 中共外交的研究团队 要不然让他当这个局长干啥 让他当这个主任干啥 对不对 而且他当主任的时候 局长的时候 正好也就是201516左右 那之后他才来了加拿大 从这个时间点上来看 什么人类命运共同体 什么东升西降 什么东治西乱 习主席的这些想法是哪来的 我想无论如何 我们不能得出一个观点 和卢萨也没关系 那怎么可能没关系 他就是干这个的 他就是为要为中共中央 有关的外交决策 做出自己的研判 中共中央定了调子 外交部才能定调子 因为外交部是政府机构 中共的外事办公室 外事才是统领一切的 东南西北中工农兵学商 党要领导一切吗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 人家现在海外有一些怀疑 说只要卢萨也不被撤 他就代表习近平 但为什么他又引起了 这么大的反响呢 那就是因为这些外交官 自视甚高 而且先不管有没有能力 先把敢战斗能战斗的精神 要体现出来给国内的领导看 所以你看他也冒天下日大不韦 频频接受记者采访 而且是一对一的 真刀真枪的 所以国内的小粉红说 这个卢萨也敢战斗 那这点倒没讽刺他 真的是敢战斗 问题是水平太低啊 我们的感觉啊 根据很多法语的专家 还有就是研究外交的专家 他们认为这个卢萨也为什么会这么干 可能还是语言不过关 语言这个东西啊 你就算是在外交部 议训班培训过的 你也只是对语言 有了一个特别 从外国人的角度 一个比较精深的理解 但是和你能用这种语言 表达的非常精准到位 那还差出很多了 这是为什么这个native speaker 就是说你作为母语的语言 和作为第二外语的语言 那差别是很大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在这个主持人咄咄逼人 卢大使还要秀他的外语 在这种情况下 他呀就没有这个能力去修饰 去用一种春秋笔法 用比较迂晦的语言 来表达他的立场 逼急了他就直接说了 脱口而出 把真心话说出来了 那是啥 那就是我们认为 前苏联这些国家 这些加募共和国 目前还是应该是 俄罗斯的附属国 不就这意思吗 因为前加募共和国 这些人国际法上 没有明确的地位吗 也没有国际条约 来规定他们的这样一个地位 所以国际法没有依据 这是卢说的 那相应的来讲 他的意思就是说 俄罗斯还是这些大国的主人 那这从某种程度上 可以说是中国对整个亚太地区 这样一个形式的研判 什么呢 中亚国家 这些前苏联加募共和国 虽然苏联没了 但俄罗斯是你们的新组子 你们在那儿就听俄罗斯的 其他地方呢 西太平洋 什么日本 菲律宾 韩国 越南 日本 这一圈都听我的 这一片我是老大 美国退出西太平洋 回到东太平洋 你们就管你们 从夏威夷往东那一块 这就是中共可能打心眼里来讲 对新的地缘政治 新的势力范围 一个新的划分方法 卢沙也只是一不留神 把这种想法 河畔托出了 从这角度讲 卢大使 那十分的 也是性情中人 那也是 逼急了 也说实话 这就跟那个幼儿园 五岁的小朋友似的 记者问他 说你愿意 你为啥要上学 如果这个孩子经过了培训 那肯定说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结果好吗 人家也不知道 记者会问这个 小孩 天生的反应就是实话实说 我上学是为了将来不在中国住了 我要到英国去 你看引起了轩然大波 罗沙也就犯了这个五岁小孩 同样的错误 一不留神 直书兄弟 把实话给说出来了 那我们再看看 习主席和泽林斯基通的电话的有关内容 这个电话 是习主席应泽林斯基的要求打的 说实话 在这个时候了 国交部这个措辞还坚持 谁接了谁的电话 谁应要求接了谁的电话 这说实话 这个大国风范 这个有点用的不是地方 俄罗斯侵略乌克兰 已经这么长时间了 乌克兰是受害者 无数人气离子散 无数人家破人亡 这个时候习主席给人家打个电话 其实也不过分 但他们仍然强调 是国家主席习近平 应约同乌克兰总统 泽林斯基通了电话 就中乌关系和乌克兰危机 交换了意见 那在这里 我想摘取其中关键的几句 跟大家分享 说什么呢 说中国不是乌克兰危机的制造者 也不是当事方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 常任理事国和负责任的大国 我们既不会隔岸关火 也不会拱火交游 更不干趁机牟利的事 中方所作所为 光明正大 对话谈判是唯一可行的出路 核战争没有赢家 对待核问题 有关各方都应该保持冷静克制 真正从自身和全人类的命运 共同管控好危机 这段话 猛的看上去 没什么问题 他就怕仔细的拆解 而且就怕用 特别懂中国文化 中华文化的 这样一个角度去分析 中华文化特点是什么 是唐朗普禅 黄雀在后 中国文化讲的是 国画也好 中国的毛笔字也好 讲的是留白 什么叫留白 这幅画 见山不是山 见水不是水 见松不是松 才是水平 你看到那颗松 你就应该想到 它没画的地方 想说什么 看到松竹梅 你就应该想到 那个松竹梅之间的那个间隔 它有什么韵味 有什么妙处 这才是中华文化的精神之处 在说话的时候也是一样 对外你看 咱们看一下 它没说啥 你看 我们既不会隔岸关火 也不会拱火交游 更不干趁机毛利的事 你为啥不多说一句 我们更不会拉偏价 你说你是不隔岸关火 你也没工火交游 你也没有趁机毛利 但是你拉了偏价了没 你怎么不说这个问题 对不对 还有后面 中方所作所为光明正大 对话谈判是唯一可行的出路 核战争没有赢家 这里很关键 对话谈判是唯一可行的出路 说完以后 马上就跳到核战争了 这个跨度 是不是有点太大 诸位 诸位看官 你们觉得是不是太大 难道在整个的 这个俄乌战争发展到今天 除了谈 除了打 除了发展到核战争 就没有别的出路了吗 当然有了 那就是俄罗斯你撤军 让出乌东 让出克里米亚 回到战争之前的状态 回到2021年2月份之前的状态 这个战争不就没了吗 所以那你为什么 要么就是永远谈下去 要么就是 大打核战争 那大家 你死我也死 大家一了百了 这是什么态度 我认为这个留白留打 十分的恐怖 我认为这个潜台词 就是 你要么就从俄罗斯 你要么就等着 挨原子弹轰你们 我觉得这才是外交部 在这篇文章里面 体现出来的真正态度 这一点和 罗莎也讲的 有什么区别吗 我看很少 当然我也不是外交专家 我就喜欢从自理行间 去找一些漏洞 如果观众朋友 您觉得 我误解这个 党中央国务院了 我误解外交部了 那你说说 他为啥从对话谈判 直接蹦倒核战争 为啥不提让俄罗斯撤军 那为啥不提 我们绝不拉偏价 大家想想 这里面 我觉得 真实的目的是 潜藏在 没有说的那些话里面的 那外交部的网站 在提到 核战争没有赢家 这个问题之后 马上提到的是什么呢 说 现在各方理性的思考和声音 都在增加 应该抓住契机 为危机的政治解决 积累有利条件 希望各方 从乌克兰危机中 深刻反思 通过对话 共同寻求欧洲 长治九万之道 那这个 让我想起 美国国内政治的那一幕 啥呢 那就是 在 应该是 福尽尼亚的一个地方 出现了 极右和左派势力 火并的场景的时候 极右势力 开着车 冲进了左派的队伍 还出了人命 这个事情 形成了媒体上的一个轩然大波之后 美国总统 当时的总统 川普 他出来讲什么呢 他说 There are fine people on both sides 说这个左和右这两边 都有些不错的人 这个事情 也被当时的美国媒体 炒作的更凶 极右派 带着枪支弹药 去了现场 最后还开着车 闯进了这个渔兴团队 还导致了死伤 这个时候 是你左派一巴掌 右派一巴掌 各大伍是大法 能解决问题的吗 你就应该清晰的 谴责 暴力行为 对不对 那放到今天 这个场景也是一样 说双方 都有理性的思考 声音在增加 说实话 在侵略者和被侵略者之间 乌克兰这边 他有过多需要反思的吗 他可能需要反思的 是为什么没有能够 尽快的加入北约 你看像人家 芬兰 人家瑞典 这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这同时也让欧洲这帮 软脚械 马克龙这样的鸟人 这帮人才是应该真正的反思 你早一天让乌克兰加入北约 还会有今天的这样一个场景吗 那就是让俄罗斯对乌克兰进行围殴 进行一个惨无人道的 持续不断的这样一个侵略的战争 所以在这一点上 所以在这一点上貌似公平客观 左右都说了 但是你现在面对的是一个国际公认的侵略战争 也是联合国安理会屡次发出决议进行谴责的这样一个侵略战争 你这左右都想说圆了 那这里面不是一个真正的客观的公平的态度 那目前啊 在欧战争方面 中方确实也没有越过这个红线 是啥呢 就是直接给俄罗斯提供致命性武器 但是在关于这场战争的叙事方面 定位方面 中俄显然是盟军 你比如说现在乌克兰和他的盟友 那就是欧美这些国家 欧盟都承担了一个巨大的一个负担 是什么 貌似啊 中方俄罗斯在描绘一种观点 就是说战争之所以打到现在停不了 是你们老不投降造成的 而且是西方拱火 西方强硬派不让乌克兰投降造成的 这是一个巨大的叙事的陷阱 而且这种观点买账的越来越多 比如说巴西总统卢拉 他就一直强调说华盛顿在鼓励战争 美国在这一点上也没有进行退让 星期三昨天也说了 如果要谈判和平 就必须在泽连斯基总统准备好的时候 什么叫他准备好 那就是在战场上能顶得住 俄罗斯占不到什么大便宜 永远没有得胜希望的时候 才是真正谈判的开始 所以美国在这一点上 也是看得非常的清楚 那泽连斯基本人更不会退让 如果一开始在战争他最危机的时候 他都顶住了 在今天他更不会退让 否则就会让乌克兰陷入 阿富汗那样的悲惨境地里 提起阿富汗 大家都觉得恨铁不成钢 觉得阿富汗人是乱泥扶不上墙 美国给你投了这么多钱 帮你培训军队折腾 这么多年付出这么大代价 结果在塔利班打回来的时候 政府军是兵败如山倒 这真是一个巨大的陷阱 乌克兰目前为止 没有成为第二个阿富汗 是世界的幸运 否则是什么 否则就成了强权政治 可以横行无阻的时候 谁拳头大 谁就可以干掉拳头小的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下 所谓落后就要挨打的这种理论 占据了上风 世界将永无宁日 在这一点上 你看人家新加坡总理李享农 就说的特别明白 不是我们非要选边站 而是形势逼得我们 必须有一个明确的立场 那就是联络国宪章必须得到尊重 侵略必须受到惩罚 这才是一个放置四海而皆准的一个道理 那泽林斯基在26号和习近平通话以后 也发表了推特 他说欢迎中方为外交解决危机发挥作用 他也形容通话很有意义 说没有人比乌克兰更渴望和平 但是不能为了和平而在领土问题上让步 乌克兰必须恢复到1991年边境内的领土完整 并强调所有国家不应在俄乌战事中 向俄罗斯提供协助 包括军事技术合作 即供应武器 你看这个泽林斯基说的也很坚定 这里面我认为有敲打中方的味道 为什么 习近平和普京见面的时候 双方加强合作里面有军事技术合作这一项 那更何况前不久 中国的国防部长访问俄罗斯 见到普京的时候 竟然夸普京说 感谢你为世界和平做出的贡献 但是我看普京那个表情 笑的都很不自然 因为普京心想 怎么着 还有这么夸我的 我自己俄罗斯国内的这些五毛都不敢这么夸我 只能说 乌克兰 克里米亚 自古以来是俄罗斯的领土 打这场战争是不得已而为之 他们要加入北约 把枪炮架到了我们家门口 所以我要打他 是不得已而为之 就算俄罗斯也没有人敢夸我 是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中方怎么这么夸我 你看他很不自然 觉得有点夸的有点过 但是 没办法 中国军方 国防部长 和卢撒野 在这一点上 可以说都发表了类似的观点 那就是和事实 截然不服 和一个大国的责任 和中国在联合国内的承诺 也不服 更关键的是 雷人 让世界上 对和平充满盼望 对理智 尚有一丝信心的人们 觉得 说这些话的人 才是和平真正的障碍 才是世界永无宁日 正义永远得不到伸张的始作俑者 那今天 我们就先聊到这 欢迎您给节目点赞 打赏 更欢迎您在下方留言 谈谈您对现在俄罗斯 沃克兰这个事情的看法 谢谢您下期节目 再见 再见